这一刻我有些相信宿命论 相信一句话 他热衷于公益事业 他热衷于帮助其他人 但是他却平衡不好事业和亲情之类的关系 1976年出生的邵明 因为母亲难产导致先天性脑瘫 年幼的他几经家庭变故 虽然身体残疾家境贫寒 但是身残至尖的他勤奋好学 刻苦钻研电脑技术 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 开办了电脑培训中心 从此开启了艰辛的创业之路 2005年 饱受苦难的他 终于得到了上天的垂青 结识了善良朴实的农家女孩苗苗 不久便组建起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幸福的生活在几年后 却发生了变化 掌声有请今天请来的嘉宾登场 您走路还稍微有一些脚步方便 是吧 是的 我这个是在出生的时候 那个由于难产 导致了我的 右脑的脑神经的一个破坏 是一个属于先提进脑瘫 今天来我们节目有什么想法 我一直关注公益和自己的事业 对家庭不是挺多的 导致了我在去年的七月份 和我的爱人离婚了 这半年来 我对我的以前的一些生活性的反思 我觉得我的妻子对我夫人挺多的 而我没有去证实 还不断地给他施压 那我想通过这个平台 让他知道 我还想让他给我一次机会 希望能够让他回到我这个家 希望能跟他复合是吗 因为他对我的家付的挺多的 照顾我 照顾孩子 还照顾我一个病状的父亲 我家里是两个残疾 我的父亲是半瘫之后 中风半瘫之后 眼睛是全盲的 父亲的生活也需要别人照顾 是的 在这之前 全部是由我妻子一个人做好的 那你妻子很能干啊 很能干的 那为什么会离婚呢 可能我过分地关注我自己的技术 我喜欢学自然机技术这方面 观众台说 对家庭的照顾不够 就对妻子忽视太多了 您真的是 没有尽到一个丈夫该尽的责任吗 可以这样说吧 对家庭的照顾不够 感谢观看